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摆上中胖 对 这是经济联队金波大师直红 对阵四川队的许文章大师 对 这盘棋其实背景我是特别地清楚 因为我轻身是实战的 对 是作为队友 作为队友 我是第二盘 第二个上场 我们现在向甲联赛是四位棋手排着队一个一个上场 我是第二个上场 然后这盘金波大师是第四位上场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我们是一胜二负 我是经济联队的队员 一胜二负我们是占落后一分 是的 所以这一轮我们在上场之前 也给金大师很大的鼓励 金大师加油 这个一定要豁出去了 跟对方拼了 对 等于直红方必须得要获胜 是的 如果说这盘棋赢不了的话 下阁了 我们就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 如果这盘棋红方获胜的话 双方就要进入加赛快棋的一个阶段 对 是这样 那这盘很期待 尤其是黑方棋手也是年轻的一个小将 许文章 对 四川队的一个天才的一个小棋手 对 号称天才少年 是 黑方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中炮队屏风马 主流的旋律 马二进三 黑方足七进七 对 黑方这部挺足 这个次序走得有点味道 通常这部棋 棋友们可能都知道是出局比较多 对 他挺足的意思就想进入自己的轨道 不让红方挺起三兵 走三兵系列 就是先抢先挺起七足 也是避免了红方的一些变化 是的 那这里红方可能也是 也没有选择这个直居 居一平二 而选择了这个宾夕进一 对 其实这个次序很微妙 如果黑方出居九平八 那红方还是有可能会出居一平二 但当他拱了七足之后 你想走入这个领域 那我抢先变招 对 兵器进一 所以部局阶段这个也是 斗志斗勇 对 兵器进一 居九平八 马八进七 这样就形成缓开居 接下来有可能横居七路马的变化了 对 黑方选择的是马二进三 对 这个根据金波大师赛后跟我所说 他说为什么选择横居七路马 而并没有选择什么直居过河居那种凶的变化 为什么呢 金大师说 因为对方是一个小将 所以另外最近好像比赛当中横居七路马这种出现的概率比较低 所以他希望走一些少见的盘面 另外他说横居七路马 大子很多缠在一起 这样有利于他的发挥 是的 也是针对这个年轻小将选择了一路复杂的变化 对 然后这里呢黑方呢是 是轮到红方走 对 红方走 红方走这个居一进一 他就走横居七路马了 黑方也是走了一个常见的一个向三进五的一个变化 向三进五 除此之外可能也有非七向 还有这个甚至黑方还有居一进一 居一进一 多种变化都有 对 金波大师是走了一个居一平四 对 横居七路马呢居一平四是很正常的 因为居一平四要控制黑方马七进六的这个道 是的 可能过去的劳铺可能有更多的也有走这个居一平六的走法 居一平六他可能就马七进六跳上来了 对 就等于说控制不住黑方的这个巡河马 对 巡河马 对 所以说选择了居一平四先站住这个类道 对 居一平四 黑方的话 蒋特这个旗一般来讲 黑方可能更多的是走这个 试四进五不是啊 或者泡八瓶九三不五出居啊 还有甚至有这个泡八金二的棋 就是准备要对三组 对 那这里红方 黑方选择了一个part四的走法 对 是不是黑方也有一些想法呢 对 是的 这个呢 我的理解啊 其实确实像唐大师所说 这部棋好像最近是泡八金二为多 感觉挺稳过一块 足三进一对兵 这个思路比较多 就是泡八金二的变化相对来说更稳健一些 更稳健一些 但是就像金大师所说的 泡八金啊 是这个就下了好久的那些变化了 现在最近好像都没人下这种变化 对 现在好像有点要老普翻新的这个意味 对 所以说黑方一想 那我也走个 抢先变招吧 对 走了一个part四 对 这个当然也有人走啊 但相对可能少一点 对 这个变化 part四呢 它很显然主动是想让你兵五进一冲起来 对啊 不然你这个打我兵啊 这都是先手 我就把中兵冲起来 再充起来之后 这步棋啊 接下来洪方就有一个G四金二抓炮的棋了 对 就是把你这个炮给赶走 然后正好呢 也是保护了我的这个兵线 对 保护了兵线 那这步棋呢 其实 也可以走四四金 让它抓 就是说我先补手势 那我这不正好抓你炮吗 抓其实再炮二推二 再退回来 不要感觉啊 就是说我炮一进一退 就是吃亏 就是你洪方这步G四金二其实效率也不见得特别高 那这个洪方接下来该怎么走 洪方可能还是要平鞭炮吧 走个五九炮的一个阵子 五九炮 那黑方出G一平二 G一平二 洪方G九平八 这样黑方呢 就走炮八平九 就是说我也是把G亮出了 对 过一话准备G八进六 这样应该说也是一个对抗的思路 那我这是不是也可以炮八进四打你G 把你G赶走 你说这时候再打是吧 对啊 这时候再打呢 他可能进不G吧 G四进一吧 他正好也可能把 以后可以对三兵了 可能对三兵了 是这样 就我这个打G的也不见得是先手 是这样子 因为有的时候炮去对方这一面 我感觉在象棋当中 炮不虚发 去对方那边不见得好 对方那边你看自己G过来过不来了 是的 就是说这个炮在对方的这个敌营里 你得有一个有效的一个作用 是的 这个先手是暂时有 但是之后的这个没办法开展 是的 就是可以走炮八瓶九 对 可以走炮八瓶九 过来准备G八进六 对 这个思路是可以抗衡的 等于说给自己的八路机找一条出路 那实战的话 黑方也没有这么选择 是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黑方的实战 这个 没有走四四进五 就走炮八进四 他不想让他G四进二抓 对 那红方还是按就是讲头 您刚才说的 走了个G四进三 对 这样子还是以后随时可以对三兵 对三兵 对三兵呢 黑方走得比较稳 是补试 对 补了一手是 你这个手如果直接对他 有可能炮二瓶七过来 这有个打的七 炮二瓶七过来 打的话 我要是飞边向你这个 飞边向他再走G八进四吧 G八进四 甚至是不是可以G八进五都可能 对 G八进五更好 对 G八进五你这个G兵都被控制住了 那我肯定也不着急对三兵了 对 就我现在这等待着 是 我这个看情况 是吧 不过这步棋啊 红方四路走得很值得我们旗友们借鉴 是的 他在这个封闭的局面走出一步非常好的棋 他就是走了一个炮八退一 非常巧妙 是的 退到这里 退炮呢 过一会儿就想走炮八平二 炮八平二这个打G了 那G可能不能被你打回去 对 打回去那个从部署上来说就吃亏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逼着黑方啊 也得走炮八进一 就是他的八路炮得动 对 得动 等于是是严下之一 这个退炮就是打开了 黑方这个双炮的锁链 对 是的 紧接着红方就可以G四退一一抓了 再继续捉炮 把这个炮给捉回去 捉回去 他也只能炮二退二什么回去 对 这时候还不能走炮二进一 你走炮二进一步 炮二进一这么近 他可能就给打了 这么再进一步 我看棋谱也有下过炮二进一 还有这样的走法 对对对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 这可能就打了 打了你要再炮打马的话 同方呢 有个四六进五的好棋 接下来他有G四平七抓 这个炮是不是要被捉死 对对 那是不是只能长一步 那你就 炮就走得很啰嗦 过话有可能也被抓死 他再飞一个像 他说飞向也可以呢 或者我是不是直接抓 我炮八瓶六 那关不死 那我就飞向 我可能再飞一个像 对 就再捉你 是的 然后再平去捉 对对 你要占内居的话 我也捉你 然后瓶棒还能给你盖上 对 是的 这炮好像都回不去了 对对 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黑帮也不能这个 不能轻易进炮 黑帮呢 走了一个炮二推二 这个是不是除了退巡河以外 再退也没有什么 再退几步 那总感觉巡河 已经是不错的位置了 对 是的 在退一炮之后 那这个局面呢 洪峰啊 因为这几个大子都在外面 显然他得把左鞠给出来 对 这个鞠出来 所以他就平炮 准备亮鞠了 走了一个炮八平五 炮八平五 雷弓炮 看上去很凶啊 对 随时从中路进行攻击 而且这个九十句也亮出来 是的 实战的这部棋 黑帮好像是过于求稳 直接走了一个炮八平五 给打掉 对 进行一个交换 对 我们刚才再说一下 这个背景啊 作为洪峰是想主动进攻 但作为黑帮的许文章 他合起就行 合起就行意味着 大子能对就对 所以在这样的思路下 在这个稍微有对子的情况 他就直接选择了对 等于说就是稍微有点 消极的一个防守 对 那这个 那讲到我们讲 他这个患子 就是说过早了 那还没有别的选择 他这个时候啊 其实可以直接走 居一平四 直接居一平四 直接走居一平四 那黑帮 红帮可能也继续出居 红帮如果出居的话 那他就走足三进一 一对 一对 正好保住这炮 那我可能交换吧 对 对了 那他飞了 交换飞掉 那我是不是还有炮五平七 你这个时候炮五平七啊 黑方可以居四进八 进行一个气象的一个动法 对 就气象了 那我肯定要吃个下 你吃下 吃下那么他炮八平五 一打过来 在这个局面下 再进行交换 对 那也是 你飞掉 关子飞掉 他就走一个居八进七 好 这个时候一点 那这个七就比较厉害了 我这个七 我要那就是对于保住吗 那你阵型就比较差了 保住的话 你可能补个象 以后马七进八 对 是的 那我要敢不敢跳中马呢 跳中马 那你至少像现在在我的嘴里 是吧 对 这个有一定危险性 对 是的 跳中马等于说黑方呢 也是有一定的补偿 对 红方这个位置少差一点 是的 他是不是还可以足五进一冲 强行这样对开 足五进一冲 你要是换掉 我这个二路炮正好在中间 那你这一串就很压力很大了 是的 而且两个马也活了 是的 这个骑的确是 这是一路变化了 对 但是这路变化好像也有点冒险 有点冒险 我上来先七个象 对 这个可能 这可能不符合当时这个对局 黑方的这个心态 对 是的 所以黑方没有这么选择 这也是蒋特给大家这个 讲述的一路 比较针锋相对的下法 对 是这样的 就是上来先把象气掉一个 是的 那我说先应该鞠一平四 但是实际它就是刚才说换子心怯 就直接换了 那我们看看换了之后 这个局面会是怎么样的 换了 这有什么区别呢 它这里交换 那这个时候作为象方肯定是非七象 因为我的鞠是在左翼 所以肯定是非七象 对 非七象更软附一些 非七象 那黑方可能还是按刚才的思路走 我还是鞠一平四亮出来 还是鞠一平四亮出来 那么红方鞠九平八 对 那我继续对兵 继续对兵 这个肯定红方得吃掉 对 吃掉 黑方呢向五进三 对 向五进三飞掉 在这个时候呢 红方就可以走到炮五平七这首棋了 再炮五平七 那就跟刚才不一样了 刚才我们那个象是三路象 对 等于说它鞠四进八这个点 是别象眼的一个点 对 把两个象给这个连接给打断了 对 那这个局面下 是的 对 这个时候你看 就像刚才你说的 这个象眼没有别住了 红方的毛病都没了 对 等于黑方也是找不到 盘面上找不到红方那些弱点 对 那你要进去捉马 我还真的可以跳马了 对 然后你对兵的话 我这还可以掌距保住 对 就不让你这个二路炮给走开 对 而且蒋特这个棋 是不是黑方这个二路炮 成为红方一个打击的一个 对啊 是 三路线有很大的压力 对对 那这个棋 黑方这个 该怎么防守 红方又怎么进攻呢 是啊 那齐民朋友稍事休息 我们马上回来 好 齐民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 天一象棋 男子甲鸡联赛的 一盘精彩对局 然后红方呢 这个金波大师 这个在布局上 这个有很大的这么一个 优势 优势啊 对 那黑方许文章大师 该如何应对呢 这里也是 这部棋呢 它是也是走得比较消极 可能是求稳心切吧 对 他走了个向七进五 防守 其实他这个时候 虽然可以 还是应该走局四进八 还是要气象 就气象 那我们来摆一下 这个局面 还是应该气象 你如果打了的话 他就像刚才说的 走足五进一吧 这里再足五进一 那红方 还是应该这么积极地应对 亏应该是亏一些了 但还是得这么下 对 那红方这个局要是长一步 你一码七进五 也先是个先手 对 是的 那我要不要炮七进一 先别一个 炮七进一 它会不会进局之类的 对 它正好我七八进三 我吃泡也来不及 对 我吃泡 它G八平三吃我泡 对 是的 那我这个炮也不能乱动 这样至少有些 混水摸鱼的机会 是的 是的 可能红方大概率 可能会G四进一先保一个 对 是的 或者G八进四保一个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许文章呢 主要是这半期合了就行 所以它有拼的时候 它肯定是不敢拼 所以下棋有时候 一整盘棋的时候 还有新太阳的一个较量 对 这个不只是这个 棋艺水平的较量 心态啊 还有临场这个大赛啊 各种大赛经验啊 对对对 状态各方面 所以这盘棋呢 它的这种感觉啊 就让我想到了 我自己那些年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没获得 特级大师的时候 走棋啊 总是特别保守 我有好几次 比如合棋就获得冠军的时候 当对方积极地扑过来 其实就棋论棋 我应该跟对方对攻 对 但是呢总感觉保守 结果我越保守 人家就是得寸进尺了 结果经常输棋 可能在这种合棋 就能拿冠军 就能获胜的情况下呢 有时候心态的把握很重要 有时候也要敢于亮剑 对对 是 你也是不是有这样感觉 对 你经常其实作为职业棋手 经常这样 就是当这个 夺得冠军的一刹那 这盘棋 合棋就冠军 或者说合了 就能晋级的时候 那个心态跟平时下棋 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其实所以说啊 如何保持一个平常心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 下象棋呢 也是不止让我们这个 对这个 简单的我们来看这个胜负 关键是比赛过程中 下棋过程中 这个心态上的一个提高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这盘棋就能看出 年轻小将在心态上 还要磨练啊 是的 大赛经验上还要这个去进步 是 那他走了一个 向七进五 就比较保守的 向七进五 保住相吧 是吧 对 这个金大师就聚巴金斯了 寻找突破口 等于说 洪方这个局面下 就很大的一个空间优势 对 是的 就是子力都是位置很好的 而且黑方这个二路炮的问题 和三路马的问题 都很难解决 对 随时有个马七进六 来赤子的招法 是的 这个时候呢 黑方是下了G八进七 其实还是应该G四进八 就是说这步棋先手 还是要 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G四进八先点了 他推不胖 那我再进局 比实战要好 那进局我也是马三进五 马三进五 那你看实战 实战他就具备 封住了 虽然你再能跳马 但我G到这里了 以后随时还可以G四平三 来别住 对 保护我的这个三路马 是这样 等于说我们来看实战 大家可能更明显地感受到 实战他一走这个 他第一感 肯定是希望洪方马三进五 那他再走G四进六 倒还没事了 但这个时候 金大师就非常敏锐地 走了个马七进六 对 先跳马 你吃我马 我这吃你马 还吃你这个炮 对 是的 吃完马之后还打着这个马 还吃着那个炮 对 那黑方也没办法 这好像是不是只能 回向 对 只能回向 这样刚才就说了 这个G就过不来了 对 这个四路G又被封锁住了 是的 这步棋呢 金大师就走得比较老练 在黑方阵形凌乱了之后 他走了一步不急不躁的棋 马三进五 对 马三进五 接下来黑方面临很多问题 红方又有马六进八 登里炮 还有马六进七 对 这都是点 然后这个马还可以 跳上来他吃这个马 对 是的 就主要是这个 这两步棋很难解决 对 是的 实在呢 黑方只能防守 要走一个 炮二推四 防守 防守的话 红方这步棋啊 我们看怎么样 去抓住黑方的 阵形凌乱的弱点呢 红方其实走得挺好 炮七平六 炮七平六 他G四平三吧 是不是暂时还可以走一走 他是不是实战走的 这个马五退七 对 其实炮七平六 蒋特你说这个变化也可以 我后来就思考了一下 这个琴 因为你不能跳马 很简单的 跳马五吃掉白吃 那只能G四平三 G四平三 然后马六进七也是个点 这样 你等于说你这个三个子 全被我封锁住了 你还得飞起来 是的 然后我甚至还可以 再炮六平七回来 对 这又蹬着你这个中向 是的 而且我这个马五进七 马五退七都是我的选择 也非常的厉害 对 这个也是蒋特给我们 说的一个路思路 对 就是说红方这个空间优势很大 对 就一步步的这个 就是压缩黑方的空间 是的 不过他这步好像走得更好 对 他走得比较稳健 对 是的 一回的话 那你黑方要是再向一进三 总感觉自己都出不来了 对 人可能再继续捉你马 对 你跳上来还是一个平跑 有一个牵制 所以他索性走了一个 马三进四 对 那红方正好有一部这个 这个静 鞠八顶三 桌相的 桌相 对 这个 黑方呢 这时候只能飞向了 否则像都丢了 对 像一字三 然后红方正好有一个炮七平六 炮七平六 这也是一个 猴拉马的一个 一个鞠 拉住这个鞠马 对 同时这个鞠又掉住 黑方的二路炮 对 那就走到这个局面下 我们也很能直观地感受到 对 就像刚才蒋特一直跟我们讲的 对 就下棋一定要积极 心态上如何去把握 是 尤其像我们 这盘棋也能让我们这个青少年棋手 能够感受到 这下棋不只是这个鸡栈树上面的 还有这个心态上这种的 对 这个学习 指导 所以说这个鞠 如果说很 之前呢 一直就进鞠捉炮的话 这个棋还是很复杂的 但是现在呢 就等于说子力全部都被 红方给牵制住了 对 走到这里 当时蒋特就是 你很想问问我心态 对 心态上 当时我们就特别高兴 否则我们已经落后一分 正准备要回去收拾行李回家了 是吧 是的 但是当他走到这一步 我们顿时 可我的队友嘛 顿时精神百倍 大家都说 马上要准备好 加赛快骑了 对 当他走出这步骑 调住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的心情 是的 要继续准备后面的比赛了 比赛了 那平胖呢 这个牵住鞠马 这个骑可能是 真的是不太好 要获胜了 但是黑方走得很顽强 后面一段 对 我们可以给大家摆一摆 黑方走了个 巨八退二 对 巨八退二 这里我觉得 许文章呢 也是年轻小将 也清醒过来了 对 所以说下期这一段 特别地积极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是 然后红方这个就 吃掉一个子了 吃掉 嗯 黑方是走了一个 炮二平三 对 平炮 他也不能直接交换 那红方正好有一个 现在走了炮六平四 炮六平四 炮给躲开 他躲开 他这部骑是走了一个 居四进四 对 居四进四再一桌 再一桌 然后走了一个炮四进一 炮四进一 然后黑方 足一进一 足一进一 对 这个骑呢 虽然是 其实我感觉这个时候 他马七进六 踩炮换了 可能合起机会大一点 就这样的一个距离 就是说你居别进场 说一下 这个就踩这个 让你吃 吃掉 吃了 居八平五 这么下 下成这个双鞠炮 对双鞠双马的骑 重要的 其实虽然少个大的 重要的让红方炮也没了 对 因为有炮在 我感觉进攻 再配上鞠马 进攻子力太快了 那这个骑如果黑方 能把红方的足再消灭一些 可能还是有一定 有一定合起机会的 有一定合起机会的 是的 实战呢 他没有这么交换 对 他也是想要看看 有没有复杂的一些 缠斗的机会 对 他是选择了 居四进四 那黑方呢 炮四进一 黑方 足五进一 足一进一 足一进一 对对 红方是走了一个 是居八进二 对 居八进二 这种骑呢 其实就是 金大师的风格了 金波大师啊 就喜欢大子多 大子多 他跟我说 就是下起来就兴奋 就是这样 金波大师也有一个 称号叫大力神啊 他的这个中局力量 非常的强大 是的 所以说 大家给他外号 叫大力神 这个骑也能体现出来 是的 就这种的 他能够很快 找到这个入门的一个点 对 那这个骑炮四进一 足一进以后 这时候黑方呢 就走了一个弱势 四五退四 对 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 再进行一个交换 对 红方是走 是炮四进二 炮四进二 随时准备炮四瓶九 挪到那边去 对 继续来一个攻杀的 一个走法 对 那黑方是四六进五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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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之后呢 这个红方啊 那边黑方已经非常稳了 对 红方紧接着就去八退三 去八退三再回来 八退三 这个骑来讲 这黑方要不要 把这个冰吃掉算了 对 其实感觉上 他吃这个冰还好一些 是 吃这个冰 他可能也怕 他这个G四进三 对 G四进三 过后 G四平三 压到这里 对 怕他压到这里 所以没办法 他就索引走了一个 G八退四 对 他G八退四 对 也是牵制红炮 对 他万一以后有什么 G四平六对居的气 对 就有合其机会 是的 但是这里呢 红方可能抢先入手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 金大师并没有委屈 是直接就并五进一了 对 直接把 先主动把兵气了 对 这什么意思呢 你要G四平五吃 我这个G马 就不会被你牵制住了 对 G四平五吃 那我这个双马 就不会牵制住了 对 我可以把马跳进来 是不是马七进八也可以 马六进七 对马七进八都可以 所以黑帮就组五进一吃了 组五进 那红方就正好平居 八平三 黑帮是马七退八 马七退八 红方炮四退二 其实在四退二的时候 我当时看来 还可以走炮四退三 炮四退三回来 那我不正好过边 你组五进一 我马七进八 这么巧 那我G四进一要是吃掉 你说G四进一 我来个炮四平五 这是一个绝杀的气 绝杀的气 正好用这个中炮 对 等于说红方可以抢速度 红方可以抢速度 但是红方还走得也很稳 他走了一个炮四退二 我们来看看实战吧 是的 走了一个G八平六 G八平六 然后他炮四平五 这样是一个交换 吃掉我正好给蹬回来 对 黑帮就走了一个G六退一 另外你这起来还不能拱足 你要拱足的话 他可能 G三进三就杀气了 直接就绝杀了 对 他只能这个G退一步 对 退一步 红方就进行一个交换了 毕竟多子 吃了 除帅 除将 然后G三平四将一阵 G三平四一将 这时候如果马八进六 跳上来的话 马八进六他是不是补师 四四进五再帅五平四 对 所以他只能把老将进来 进来 然后G四平一再吃足 G四平一再吃足 马八进七 必须进七 对 不进七的话 我就G一进三 粘住你白吃了 是的 那我们看一下 红方这一段的怎么入籍吧 对 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G一进三 马七退六 这个时候红方是下了 马六进四吧 对 这么直接把马跳进来 对 弃马 你要马打了 我就马四进三 G一平四 这个是铁门栓吧 对 这就是典型的这个 利用中炮局的一个杀法 铁门栓的杀法 那黑方这些不能只好 不能捉炮 不能捉炮 捉炮的话 我就马四进五吧 灯中像 直接灯中像也行 这又是个杀棋了 对 那也没有办法 是 黑方是下了炮三进二 对 先防疫部 这也是无奈的走法 防疫部 红方是走了马七进八吧 对 这个就蹬你了 你这个时候 如果再走G四进一的话 我就马八进九 是吧 马八进九扑进去 是吧 那我这个炮也 你要三瓶四 我就马九退七了 对 这个灯的像 这个灯的中像不行 对 这灯双的起 是的 那等于走到这里 就是说 红方也就是利用了 自己这个炮 对 看来之前还真应该 给交换掉 是的 这个炮的威力又显现出来 对 威力就非常大 对 那我这个G 我又防止这个点 对 那实际上 它就是走了一个 G四推一样 对 也是匆忙中选择了一个 是的 对防住这个点 这样呢 金大师也走得非常好 这个你防得住这个点 就防不住这个点了 对 等于说我这个高向这个问题 反而在最后体现出来了 是的 马四进五 登进去了 登进去 这个时候你要吃炮呢 我就马五进七 马五进三 都是绝杀了 是个双杀的起 是 不吃炮 这个也是中路的一个杀法 对 是 这盘棋呢 应该说是金波大师的一盘好局 他利用了这个对方就是想和怕输的这种心态 充分地把自己的风格也发挥出来了 就是大力神在大字多的局面下的这种进攻能力发挥出来了 对 获得这盘棋的胜利之后呢 我们队也重新跟未免冠军四川队回到了一个起平线 就是双方四比四打平了 应该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当时我的心态是非常高兴的 我们马上就准备接下来的比赛了 对许文章大年轻小将来说呢 他这半棋应该说对他的成长是非常大的 尤其在这种团体的决赛 最后合起就行 这个对他们的成长 我相信是一生受用 相信他经过这半棋的历练 以后也会心态各方面变得越来越好 对成熟成长起来了 对 那好 那今天这半棋我们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对谢谢大家的收看 好奇迷朋友们下期再见